10章5至10節,這裡講到有一群先知門徒 其實在19章,薩姆爾記述19章,就講到薩姆爾站在監管他們 所以這群不是一群隨便自己組織一起的先知 而是薩姆爾在以色列做一件事 他就組織一群人不斷地去讚美神 這是一個先河 其實舊約的聖靈充滿例子 其實舊約的聖靈充滿 譬如,神說要將摩西身上的靈分降在70個長路 這就是一個先河 另外薩姆爾也是一個先河 那群人一直讚美神,讚美神 然後就有神的同在在他們身上 然後蘇羅呢,高立蘇羅 都要蘇羅去一去那群人那裡 即是他可以不用去去的 他先去一去 去那群人那裡 然後你就… 即是… 你會轉為新人了 你有一個新的心了 於是就… 所以看得到神真的很特別 原來神裡面的豐富 是很多人只是嘗到少許 而這群人嘗到更多 這群人有神的同在 他們經歷到更多 所以薩姆爾就想他們 想蘇羅去這樣經歷 薩姆爾記神第十章五至十節 這裏就講到 耶華的靈就大大感動你 你就跟他一起受感說話 其實是說預言 那你又在那裡說什麼呢 其實說預言未必一定是… 可以講將來的事 亦都可以講出神要講的事 即是無論他講什麼 神在那時候要講什麼 他就透過他講話 即是直接透過神去溝通 那時候發出神的訊息出來 這就是當時他們所做的事 然後呢 就告訴他 你會跟他一起說預言 你要變為新人 即是原來神有這種能力改變 人變為新人 其實我們認識過很多人 忽然間變為新人 其實人聽話就會變為新人 我今天去到為那兩個人祈禱 他都很驚訝 神這麼好 這麼做功 感謝神 希望他們真的會改變 即是那個人經歷起落 我說你可以每天都起落 好像我那樣 不過他肯不肯呢 就在乎他自己 肯不每天都這樣親近神 即是我們都可以的 你想就可以了 你想你就付出代價 每天都可以親近神 你就整個生命就改變了 然後呢 他說這個兆頭臨到你 你就可以趁時做 因為神與你同在 即是說到神的同在 神是 他的同在是選擇性的 那為什麼神要選擇性呢 是因為神是聖結光明的 一個罪人呢 他心裡面很多罪孽 污衛 對神沒有心呢 神根本沒有辦法充滿他 他對神都沒有興趣 聽到他就睜眼睡 所以神做功都做不到 所以這樣的人 他不會有神強烈的同在 他如果真信耶穌 也有神的同在 不過不會是強烈 好了 但是吸數有很多 真的那些吸數 一級級這樣上 有些更多時間討過 凡是有專心 每天都有時間 看聖經祈禱的人 通常他們會經歷到 神的平安 興省的 通常都會有的 但是呢 隨時經歷到 有些人都需要 溫暖的 但是聖靈充滿就會快 即是就不一定 需要溫暖的 並且靈的改變 是可以深的 還有聖靈 又會感動 他收到神的訊息 不要再發脾氣 不要再生氣 不要再被人影響 生命處理好 整個生命 被提升 即是原來聖靈充滿 是帶來很大的幫助 所以 我先問一下 你是不是要洗了禮 洗了禮 神才會和你一起 你信耶穌 就有神和你一起 不過洗禮是應該做的 凡信耶穌的人 這裏你想洗禮 都可以在我們這裏洗禮 即是沒有洗過禮 都可以 耶穌會和你一起 你悔改信耶穌 就可以得救的 神就和你一起 但是我們都應該洗禮 好像有人戀愛 一生戀愛三十年 但都不結婚 你當然問他 你戀愛三十年 都不結婚 人家等了你很久了 我們和神的關係 就是 洗禮其實就是和神 是一個藥來的 我聽人家說 你要洗禮 我洗到禮 神才會和你一起 他這樣說 聖經就沒有這樣說 但是聖經是有說到 其實洗禮有不同的功效 這裏就趁時做 因為神與你同在 如果有基督徒 其實你的生命和神是怎樣呢 就是看神和你的同在 有多強烈 有多長時間 有多強烈 如果是整天在神同在 你的生命自然就提升 一定會提升 一定會提升 一定會一路 進入一個高的層次 如果你的生命是 即是 將神放在次位 都不關注神的 小祈禱的自然 與神的關係一定是疏遠的 所以這裏 與神同在 即是神是選擇性 因為有些人 他真的與神沒有這種關係 而任何的垃圾都會阻礙 任何的負面 擔心都會阻礙 而蘇羅一離開他 當日 神給他一個新的心 去到那個地方 神的靈大大感動 他就在先之中受感說話 所以我們看得到 是一個可行的路 十九章 我們看到另一件事 蘇羅就不聽話 即是他經歷聖靈 他就不聽話 他就去追殺大衛 他妒忌 然後呢 他就聽到大衛在哪裏 就是這班人那裏 原來薩姆二呢 他呢 是準備這一班的先知 他是想第一次影響王的 所以第一個想影響就是蘇羅 但蘇羅就不聽話 後來就不聽話 但是後來大衛就跟他一起很久了 因為 蘇羅叫那三個人來 和他自己來 都是大衛都在那個地方的 即是大衛一直跟他一起 所以大衛就要建立到這種 和神的密切關係 他可能本身已經有的 那由他跟薩姆一起長的時間 也都更加建立這種 神的強烈的恩高 所以大衛他 他詩編二二篇 可以說他其中的 經歷的一個高峰 就是他經歷到耶穌釘十字架 他直接用了我第一身的 他說 你們紮了我的手 我的腳 將分我的內衣為 揮我的內衣為 我的內衣為 這個就是詩編二二篇 講到他經歷到 即是 怎樣經歷到 那些血流了 他精力枯乾 如同瓦片 即是經歷到釘十字架 情景 就是在詩編二二篇 我希望大家看到這個經文 看到神的什麼屬性 神是很美善的 神是很豐富的 那些豐富 你永遠都去不完 因為他天離地幾高 他都跟我們 高過我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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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過我們的意念 他的路高到不得了 那麼 我們越提升 就越去到那些路 越多時間親近神 越處理生命 經常都讚美神 就越來越近了 但總是有個很遠的距離 但不要緊 你近一點已經很好了 近一點你開始領受更多的神的指示 和你的生命的提升 所以我希望大家 都在今天的信息 就是說 我有基本的關係 但我進入高層次的關係 這樣我整個生命就提升 因為它裡面是很豐盛 這個豐盛 是豐盛到你想像不到的 你越入 就越能夠整個生命提升 很豐盛 所以我約會 到你了 因為你 會啊 ło